OK,今天我们来做London Boil 先说一下London Boil是什么 London Boil 假设它是一个牛 London Boil就是用这块 就是它皮皮上面 靠上的这个部位叫top round 这块肉经常可以用来做London Boil London烤肉 大概是这个意思 做London Boil的这个腌制的橄榄油汁 需要烂油 辣酱油 Wolstercher sauce 有怎么读哦 Wolstercher Wolstercher sauce 就是辣酱油的意思 现在是蒜 橄榄油 柠檬汁都已经进去了 还剩放红糖和Wolstercher sauce 先倒在一个杯里试试 免得倒多了 这它差不多吧 里面应该是有黑胡椒这类东西 腌肉的酱汁已经搅好了 搅拌搅拌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London Boil的花刀一下 这块算小的 不算大 小牛的皮皮吧 有一把好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首先要在上面放盐和胡椒 然后浇上酱汁 给肉按摩一下 好了 现在就是等一两个小时 我多腌一会儿两个小时吧 一饱了 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肉 每面腌一个小时 然后现在中间翻了一次面 我们的烤星 这就有一个Brow要打 选到它预热 第一面6到7分钟 然后翻面以后3到4分钟 出来以后如果需要浇一点呢 再用烤炉 不是再用铁锅 要非常热的温度 然后再煎一下 我们来做个试试啊 烤炉 烤之前呢 嗯 他们说要把上面的蒜全部都弄上来 我想留一些 大概就这样烤吧 已经预热完毕了 已经预热完毕了 我们来看一下 要离上面很近的位置 我们来设一个计时 设六分钟吧 不要烤的太老 到这边了 嗯 鸡菜 看起来很香的油 我觉得应该不用煎了 这个肉 上来就烤就行吗 烤的应该 烤的应该 烤的应该熟了 对 好了大时间了 我们现在把肉请出来 一会儿要蘸那个辣酱油尺 本来是他用 调料里面没有辣酱油尺 他是说蘸薄和黄油尺 但是我觉得太腻 我决定改成蘸辣酱油尺 咱上还有薄 对 薄和黄油尺 你要做吗 我 先尝尝原味一会儿 闻这个调料的味儿好像酸味有点浓 嗯 不知道是不是咱写点盐 是柠檬汁各多了吗 这辣酱油尺比较多了 这应该不会有酱 然后放15分钟 为什么放15分钟啊 这样子 这样子咋忘了吗 实在是对不起 我把最关键的环境给忘了 我买了这个要测试 这里边的温度要到125度 我们做的比media rare稍微熟了一点 130度了 你再按照我的薄片切了吧 可以 味道行吗 够咸哈 好吃哈 来看看这个正好 外焦淋的那块啊 这个并没煎 就直接烤就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 嗯 这切成片的这个技术 嗯 相当不错 专业了 以后咱俩一块开店的 嗯 开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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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